修行能转邪气的证明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修道 学佛 或者研究佛法 是不一样的 拿住基本佛书在读 能讲一些佛理 还不是修道 修道人要真诚的面对自己 就是面对我 我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几乎所有的宗教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讲一个故事 希望给修道人启发 以前有个人 修行很精进 可是内心不前进 修道可以神识出来 他以为自己得到了 有次来了个僧人 修行人就入定 表演他的神识出来 僧人就看到他从头顶跑了一条蛇 蛇走到了一个水沟旁边 喝了臭水 僧人一看 就拿住一根草 在他面前晃动 蛇一下道 就回到了身上 这时 自认为的道的人就讲 刚刚自己跑去了 瑶池天母那里 吃了穷江玉叶 结果来了一个金甲神 拿住刀 他吓一跳 就回来了 僧人就说 他把臭水当成穷江 把草当成了刀 修行要修出内心的前进 不容易 修道 福报 以及学佛 是三回事 很多人学佛 是用思维一时 那个没有用 白纸黑字度不了生死 福报大 但心不够前进 一不小心就会入外道 磨道 所以修道 要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 有句话叫做 称心持戒 这个罪过很大 你虽然持了戒律 但却尝起称恨 以后就落入 阿修罗道 阿修罗福报也很大 也护持佛法 要诗经上讲的毒蛇 恶蝎 蜈蚣 油盐 文蒙 从外向上 是外在的这些毒虫 但从深层看 就知道 这些都是人心内的怪象所产生了 佛说 经常起称恨心 死后变成蛇 像梁武帝的妃子 变成了蟒蛇 它是怎么变的 就是体内就已经形成了一股蛇的肠 它一死后 中阴伸出来就是一条蛇的形状 所以就投胎去坐蛇 大家去看观音菩萨 投顶住佛 为什么要投顶住佛 就是心中有佛 他身上焕发的 都是佛的庄严慈悲的气场 中阴身上看神识从哪里出来 看到哪一道 从头顶出去 去极乐世界 从额头出去 去天上 从胸口出去 去人间 从肚子出去 去恶鬼道 从膝盖出去 去处生道 从脚底出去 去得欲道 这就需要平时的修炼功夫了 真诚面对自己的习气 和起心动念 儒家讲修行 先要证心诚意 这个心 是人的心 人的心证了 它就不会产生邪气 像蜈蚣 像毒虫一样的邪气 天下毒虫很多 都是人的邪气所变成的 浦门品中 遇到元蛇蝎子 这些剧毒的东西 念观音菩萨名号 这些毒虫就会退去 因为它本来是人的邪气所化 比如婴儿 百虫不侵 毒蛇不咬它 老虎恶狼也不会伤害婴儿 还会把婴儿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喂养 因为婴儿身上莫有邪气 虎狼要吃人 毒蛇要咬人 这里面都有因果呀 修行很不简单 要真诚的面对自己 拿自己的习气开刀 比如偷用别人的东西 有这个习气 莫有改调 下辈子就做蛋精气鬼 就是专门吃人和草木的精气神 偷用人 你在看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内 是个大世界 不仅有有形的 像虫子 细菌 还有无形的众生 比如癌症就是有一群堆踢鬼 因为维度不同 我们是三维空间 鬼神是其他维度的 身体也可以做鬼神的房子 这个在中医上就有证明 体内无形的众生 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人的邪念产生 人体内有虫子 细菌 皇帝内经讲 如果梦献大众聚合 自己当将军一样 就是代表体内有很多虫子 人的邪气 本是无形 但可以转化为有形 生命有四种 胎卵失化 人肠胃内温度适合 营养又丰富 那些虫子 胎卵失化 这个四种生都有 体内肠回虫 也有化生的 很多人断除不了肉 不是他爱吃 而是他体内的众生需要 在佛陀时代 许多阿罗汉就去观 观身不净 真的很脏 太脏了 阿罗汉就想要舍掉这个色身 后来佛陀就定了 不准自舍生命 当然大乘佛法说 不够不净 或者要用这个色身来实现更高的价值 这个是后化了 念佛的人 他还真能转化这个色身 这都属于科学的成分 不要搞得很神秘 比如留下肉身不坏 或者身体缩小 都代表色身转化的成就 是好境界 不代表他成佛了 http冒号 斜杠斜杠blog.cna.com.cn 斜杠S斜杠blog 下华线74C343100102 vhlk.htm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